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华直说一分钟 7月6日,行政长官尼家超出席上任后的首次立法会答问大会, 在作答过程中提出多项创新提案,令人耳目一新。 尼家超在问答会开始时主动提出, 未来希望每月的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 由一位司长或副司长带领五至六名局长, 与立法会前厅与立法会议员交流, 通过这种恒常化的交流方式出众政府与立法会之间的联动。 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 特别行政区坚持实行行政主导体制, 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互相制行又互相配合。 截至前厅交流会这个新环节, 将会进一步扩大立法会这个重要爱国爱港力量的发挥空间, 给予各界别立法会议员更多的机会转达民意, 及时反映社会问题, 减少政府和立法会之间的沟通阻碍。 亦都是从实践层面落实团结建设香港的积极力量, 这一个愿景真正体现了包容共济, 求同存异的新香港精神。 李家超更加指出, 将会尽早成立针对处理跨代贫穷, 土地房屋供应, 公营房屋项目和地区事务, 由C级官员带头的专责工作小组。 事实上, 工作小组的概念最初在竞选政綱之中提出的时候, 已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欢迎。 在四点希望之中, 习主席推心自覆地指出香港市民最朴素的心愿, 他亦希望特区政府要做到民有所夫, 我有所认。 而李家超的回答正是积极回应了这一个要求, 以务实进取的态度直面民生问题, 打造一个执行型政府。 李家超还承诺, 要一改过去有社自言乡的心态, 以画公仔画出场的方式说好香港故事。 李家超的这个提议可谓是一举多得, 不单可扭转此前因为社会风波引发的负面国际舆论影响, 进一步提升香港的国际形象和地位, 实现必须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这个要求。 亦可藉此吸引更多的海外人才来港, 彌补近几年人才外流产生的缺口。 亦可通过外媒对香港的积极报道, 反向引渡本地年轻人更客观、理性地认识香港, 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念。 如果大家对议题有任何意见,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